歡迎收看阿熊老師 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是非常重要的一集 學生在學了古典機率之後會有一陣子 就是他會以為我反正寫一個分數 分子放C什麼什麼分母放C什麼什麼就會對 然後他就會開始一直發現自己錯 有的時候分子好像要放什麼的幾次 有的時候分母好像要加 有時候怎麼樣怎麼樣 他會開始一直不清楚到底要怎麼寫 那有的題目老師甚至不要用C去寫 那到底什麼情況下會出現C呢 我們要搞清楚自己到底為什麼用C 我們在古典機率裡面會使用到C的情況其實有三種 這三種是不一樣的意義 所以如果你沒有認清楚這一點的話 你當然就一定會錯 因為看起來好像都是寫C 其實是為了不同原因而寫的 第一種情況是我這裡寫巴斯卡定理的延伸 這個是我自己稱呼他的方式 如果有這個之前有看我們排列組合的課程的話 在網路上也有影片可以看 你應該會看到說我在教巴斯卡定理的時候呢 我說為什麼我們巴斯卡定理用這個 比如說C10取3加C10取4 結果是C11取4 這樣子的好像速算技巧 我說我們可以不要只把它看成一種速算技巧 它是可以被理解的 怎麼樣被理解呢 我們在這裡很快的走一下這個流程 說如果全班20人選5人保送上台大 會有C20取5種的挑選方式 就是不分順序 以A的角度來看 假如A就是20個人學生裡面的一個 我有上和我沒上分這兩種 我有上的話剩下19個人分4個名額 我沒上的話剩下19個人分5個名額 那這就是全部人 所以C19取4加C19取5 會是C20取5 這樣子 那我們還可以延伸 所以你看我這裡講巴斯卡定理的延伸 那延伸就是說我今天可以不要只以A個人的角度來看 我今天以全班有3個人是好朋友的角度來看呢 我們3個人3個全上 剩下17個搶兩個名額 我們3個人上2個的話 那哪2個就會有一個C3取2嘛 就是我們3個人是哪2個有上 那剩下17個 哪3個人也上了 這樣子 我們3個如果只有上1個的話是哪1個有上 那剩下17個有4個名額是哪4個 我們3個都沒上的話剩下17個人有15個名額 這就是全部的情況 合起來就是完整的C20取5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回來看一開始巴斯卡定理的數算 它相當於在前面呢 我們這個C19取4 相當於在前面其實有一個 C1取1 就是我吃掉一個名額 19個拿剩下4個 那我沒有的話 19個人還有5個名額 這樣子 這樣子合起來是C20取5 對不對 那我們再回過來看一下剛才這個 所以說我今天也不一定要限定3個嘛 就是說我把我全部的20個人裡面分兩堆 這兩堆 其中一堆N個 我這裡是R個 我講說原本要C20取5 就是我的N是20啦 5是M 我以其中R個人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這R個人是全上了呢 還是我這R個人少上一個 還是少上兩個 還是少上三個 我這樣子就可以條列出 這個一項一項加起來 最後會回到最原始的CN取M 這樣子 所以當今天題目問 你可以想想看 我們今天如果有一題機率的問題 我們回來機率 說 全班20個人選5個上台大 對不對 那個甲乙丙三個閨蜜 上兩個的機率有多少 那你就看到那個題目上面是寫什麼 他寫C3取2乘C17取1 分母是C20取5 所以這個就是我所謂的 因為所謂巴斯卡定理的延伸 而產生出我們在分子有C 在分母有C 我這裡也有說明 這個我們後面 我們稍微熟定一點再回來看 或者你可以去點前一集 我們前面的那個 在算撲克牌的時候 就是用這種方式討論的 然後我們也是說明了 等於在那一集就證明了說 我們先去看符合條件的分支的機率是多少 乘上有幾條分支 做出來就會是一個上面有C下面有C的式子 男生7人女生6人 從中挑選5人 然後問你挑到2男3女的機率 那老師在教學的時候 我都建議 包括學生自己在剛開始學的時候 我都建議 我們乾脆把它全部列出來 來看清楚為什麼會是這一個 什麼叫做全部列出來呢 男生7人女生6人對不對 然後從中選5人 所以是13人取5人嘛 那我們剛才講這個所謂巴斯卡定理延伸 什麼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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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 這個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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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加一加加變成這個C20取5 我們就來做這件事情 選5個人男生7個 如果男生7個全選上 那我就會有C7取5 那女生就沒有了 這是一種情況 如果7個只上4個 那女生就有一個名額 如果7個只上3個 女生就有2個 7個上2個女生就有一個名額 7個 7個 只上1個女生就有4個 啊 這最容易寫錯的時候 對 食物上就是在這種地方最容易測 我們那個女生是地針的哦 0123哦 然後這3 好這3 不要跟著地解吧 然後 C7個取0個 女生就全上了 那這一些合起來會是 我剛剛實在寫在左邊 這些合起來會是C13取5 這是對的 就是說以排列組合來說這樣是對的 好 那我們在上一集影片有提到 最後我們用方法數 什麼分支什麼來作為我們的答案 有一個前提啦 就是說你現在看到的每一個 我這個乘開的每一個數字的1 都共享同樣的機率 這個C13取5是1287啦 就是1287 換句話說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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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有數字合起來是1287 那這1287 總這個被挑到的方式 每一種都有相同的機率 這個是我們使用古典機率這種算法的前提 那你如果懷疑這個前提 可以喔 懷疑它很好 你說真的嗎 這1287有相同的機率嗎 懷疑它很好 就是回去想像一下數狀圖分支 那你就會知道 就是像我們前一集這樣子 那你從那個數狀圖分支 你會得到的是 應該是一個分子跟分母都是P的式子啦 然後他們可能一起同出五階 OK 那我們回來這裡 所以題目要的 這一題 它要挑到兩男三女的機率 所以是這一個 那你看我們這一題 第一題的答案就是這個 C7取2乘C6取3 加分支那個除以C13取5 這樣子 這是這一個答案 欸它第二小題 我們就可以直接解了 不到兩人的機率 男生不到兩人是0個或1個 所以第二小題 就是 C7取2 C7取1乘C6取4加乘C6取5 除以C13取 懂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要學的 不是說 喔這題是這樣做 喔我懂了 很有道理 這題這樣算很有道理 你要學的是 尤其是你已經 這個學一兩個禮拜 然後你發現自己 好像偶爾還是會錯 那你要吸收的起來的是說 欸這種題目 最後出現 都是C的話 是為什麼 為什麼 最後算是是這樣 它跟別的題目差在哪裡 不是只是說 這一題這樣想而已 而是說這一題 跟別題差在哪裡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看到別題 第二種情況是 我們為什麼用C呢 因為我們的分子呢 是二項式定理展開裡面的某幾項 於是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小明連開五槍每一次命中的幾率 都是四分之一 球 他說 這開這五槍 恰兩槍命中的幾率 那一樣 跟剛才有一點一樣 就是說 我們呢 在剛開始學 剛開始教的時候 盡量都把它全部列出來 而我所謂的全部列出來呢 就是我剛說 這其實是一個二項式展開的問題 也就是說 你有 四分之一幾率中 和四分之三幾率沒中 那你看我這裡就把中跟不中 當成未知數再使用了 所以我有四分之一幾率 四分之一X加四分之三Y 五次嘛 對不對 然後二項式定理 你稍微有練習一下的話 你應該就會知道 他會展開來得到什麼 你會得到什麼 你會得到C5取五的四分之一 五次 就中 中五次 這個我們寫詳細一點 就連這個都寫 加上 C5取四 四分之一四次乘四分之三 中四不中一次 加上 C5取三 四分之一三次 四分之三平方 中三不中二 加上 C5取二 四分之一平方 四分之三三次 中二不中三 C5取 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四次 中一次不中四次 C5取零 四分之三 五次都不中 這就是完整的二項式展開 實際上你真的在解題 比如說考試說你是不需要全部寫出來的 如果你夠熟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你要寫哪一項就好了 因為他們洩中兩槍 洩中兩槍 洩中兩槍 所以我要選什麼 我就選這個 這個 對不對 所以第一題的答案 A 第一題 C5取二 四分之一平方 四分之三 三次 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把它算出來 那你算出來的話 就是 C5取二是 一五十 然後三的三次是 二十七 二七零 下面是 四的五次是 二的十次 一零二四 然後 可能可以殺掉一個二吧 五一二分之一三五 你可能會看到的算勢是 就是假如說今天你去翻解答看 那你可能會看到他的答案是寫這樣子 或者他的算勢是寫這樣 C5取二 乘以 這個 比如說三的三次 這樣子 那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你就會看到說 為什麼分母沒有C 為什麼分子有C 這樣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這樣懂嗎 這個才是真正的知識 把它整理成說 好像就是有分母有C分子也有C 或分母有C分子是次方 那個只是一種整理 那每當你懷疑為什麼會這樣的時候 你應該回到真正的知識這裡來 它就是一個像是展開 所以我個人是更希望學生寫這樣子 而不是整理成 就是有次方的 那你看到呢 我們剛才這一頁有提到說 像這種二象是展開的一部分 它有的時候分母會變成是二的幾次 就是當你那個分子跟 那個重跟不重都是一半幾率的時候 我們下面這一題硬幣的就是 前後各一半幾率的時候 因為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它分母就會剛好是二的幾次 而分子就會剛好是C幾取幾 就沒有那個三的次方了 看起來就好像 這又是一種新提型喔 沒有啦 它就還是二象四展開了 懂嗎 我們把這題回答完 所以它第二個問題問至少命中兩槍 這是命中兩槍 三槍四槍 下面是1024 上面是 我們這個算出來是270 然後我們直接算那個數字上來 3的4是81 81乘以5 81乘以5 所以是405 然後 然後 這個是 1 然後 2 4 3 那我就不加了 可以嗎 這樣懂嗎 所以第二題問的就是這個 這個跟這個 好 你如果 你如果這個 覺得我講的有點快 那按暫停啊 往前按啊 我們在網路學習的好處就是這樣子吧 直六枚硬幣 恰三個正面的機率 好 那這個在這裡提一下 不管你是先後 直一枚硬幣六次 還是你直六枚硬幣 再算機率的時候都沒有差 因為 就算我 就算我說六枚硬幣分不出差別 你實際上還是會 還是應該把它 就是我們在畫數狀圖的時候 還是會 第一第二第三次第五 就是ABCDF 六枚還是會分開做 好 那 因為沒有差別 結果導致 比如說正負和負正分不出來 可是它還是會有兩倍的機率 所以這個 總而言之 就是它就是六枚不一樣的硬幣 或者說你可以把它當成直一枚硬幣六次 恰三個正面 就像剛才講的啦 我們把它 調列出來 那你有 二分之一正 和二分之一 反 六次 所以是 二分之一 六次 加 C6取五 這個是正面五次 哇 我這個忘了寫了 我這個寫 後面還是跟著寫上來 正面五次 但是我反面就不寫啦 剛剛我寫到這裡 你大概就有察覺到就是說 我二分之一 不管是前面幾次後面幾次 最後這個二分之一就是乘起來就是二分之六次 所以這些就都多寫的 對不對 這些都多寫的 那這麼想沒有錯 那我們可以乾脆怎麼樣 把它合併起來 因為反正你就是一定會有二分之一六次嘛 然後也沒有 分子也沒有別的數字了嘛 然後就剩下什麼 剩下 分母 就剩下這個C嘛 C416取三 正三次 對不對 我是因為位子太小了 要不然我其實不喜歡這樣寫 C6取0 六反 可以嗎 這個 五正一反 其他的反都不寫 這樣應該有看懂吧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會看到的式子是什麼 二的幾次 這是一種特殊 二相式展開特殊的情形 當你的機率是 有跟沒有各二分之一的時候 你的分母就會變成二的幾次 然後你的分子會只有一個C 也沒有那個 像我們前面這裡 不是還會乘上一個三的三次嗎 他就不乘了 為什麼 因為就是一都是一 一的幾次 一的幾次 分母就是二的幾次 這樣子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不是什麼另一種提醒 他就是二相式展開 只是他的數字配的太漂亮了 太特別了 回答問題 所以請問恰三個正面的幾率 就這個啦 請問至少四個反面的幾率 那要這個 四反五反跟六反 所以第二題的答案是 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那我們把這個整理起來 它是 2的六次 2的六次 然後 C6取2 加取1 加取0 這樣子 那你可以在上面寫的是 取4加取5加取6 可以嗎 因為C6取2 就是C6取4 這樣是1615合起來 所以是 22 然後2的六次是 64 所以是 32分之11 也有一種可能 為什麼你的算式裡有C 其實它既不是上面這一種的一部分 也不是二相式展開的一部分 純粹是因為我們要再扣什麼 再加什麼 再扣再加的時候 去使用了C 去做我們的這個倍數 就是排榮的時候的計算 那我們來看看實例 第三種我們會看到C的情況 就是排榮 排榮造成的 那這就是一個經典的問題 我們在排列組合也看過 他說五個紳士入俱樂部 那五個紳士在離開的時候 每個人都拿錯帽子了 那就是說假設 假的 帽子是1號 你的帽子是2號 比的帽子是3號 所以你就是假以比定物跟12345 重新1對1配對 但是假不配第一 不配第二 對不對 到物不配第五 那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我們直接寫了 如果你忘記了 要回去看排列組合 那這個答案會是什麼 答案會是五接 減掉C5取1 就是五個人裡面已經確定 有一個人拿對了 其他人隨便拿 其他人隨便拿 是4接 就在這4接裡面 也有可能有人拿對 沒關係 但是我們不知道 都有可能 可是已經知道假拿對了的話 那假就跟他的帽子 一起移除掉 剩下秉丁物 剩下秉丁物跟2345配對 所以是4接 但是說已經確定 有一個人拿對的這件事情 不見得發生在假承上 所以會有一個C5取1 然後在這裡面 我們剛剛講到說 也有可能有兩個人拿對 在這裡面會被重複算 所以會加C5取2 乘3接 減C5取3乘2接 加C5取4乘1接 減C5取5乘0接 0接也要寫 0接這裡是1 可以嗎 沒有寫的話會錯 那你就會在這個式子裡面 看到接接 就是CCCCCC 但是這個是那個方法數 分母是5接 對不對 我們要認清楚 自己面對到的情境 到底是什麼 才不會很困擾 不是分母C分子也C嗎 這就是分母C分子也C啊 那為什麼有的時候 分母C分子次方呢 那為什麼有的時候分母C分子是接呢 那為什麼有的時候 C字跟C乘在一起 有沒有 C字跟C乘在一起 那為什麼有的時候要加 那為什麼有的時候有成別的數字 那為什麼有的時候不用乘 不是說分母都惡了幾次嗎 就是變成這樣子學的亂七八糟的 其實它這個大致上就是 就是我說的我們可以分成這三種 那這一集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覺得好像有聽懂 可是又不是很肯定的話 最好重新再看一次 那我們這集上到這裡